汉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 其国力鼎盛,疆域辽阔 在这一伟大帝国的崛起过程中 汉和帝刘兆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短短18年的在位时间里 完成了匈奴的征服和西域的并入 使汉朝真正成为东方霸主 一个少年皇帝如何依靠超强的政治手腕与胆识 将汉朝带入鼎盛盛世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九岁登基 刘兆被窦太后控制 公元前92年 汉朝第八代皇帝汉张帝驾崩 年仅九岁的皇子刘兆继位 视为汉和帝 按照惯例 右主即位需要由太后临朝称制 当时实际掌权的是刘兆的养母 张帝一双窦太后 刘兆生母本是张帝一位贵人 地位不高 一直无法生育的窦太后看中了这个婴孩 将她报为己子 贵人因此遭到窦太后的迫害而死 刘兆成了窦太后的养子 并获得了嫡长子的地位 自刘兆登基那一刻起 窦太后就派自己的兄弟窦县等人 把持朝政大权 培植自己的势力 刘兆只是一个傀儡皇帝 为了巩固权力 六十一族肆意弄权 贪赃枉法 朝野上下都在窃窃私语 但无人敢公开反对 在深宫之中 刘兆表面听从窦太后的摆布 但内心却早已看清这场权力游戏的真相 他明白要想翻身做主 就必须联合官僚力量对抗都是外戚 于是年幼的皇帝开始暗地里 联系自己信任的官员 通过他们传递信息 待时机成熟再行动 当时的刘兆内心 无时无刻不在反抗窦太后的控制 他表面顺从地生活在皇宫之中 却暗中观察着每一个大臣的言行举止 他敏锐地意识到 想要获得真正的权力 就必须结交朝堂上的重要力量 有一次 刘兆装作无心地询问侍女 我的生母之死 到底是有多可疑 侍女本不愿多言 但看着她天真烂漫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到 陛下生母死得极不寻常 许多人都认为 说到这里侍女突然住口 意识到失言 但刘兆已经从她的话语中 确认了自己的猜测 刘兆经常独自一人 在御花园中散步 面带微笑 看似在赏花 实则在沉思 有几位大臣偶尔会趁着太后不在 跟小皇帝聊几句话 刘兆也会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 问一些让大臣措手不及的问题 什么是人证 什么又是暴政 为何古来贤民的君主都能深得民心 聪颖过人的刘兆通过这些谈话 在心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对朝政的认知 同时也在试探这些大臣的真实立场 二 少年皇帝凭智谋夺权 十五岁这一年 刘兆终于认为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势力 这个时候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调皮可爱的孩子 取而代之的是隐藏在温和面具后坚定果决的眼神 朝政多年 他详细地了解了朝中各方势力的布局 一天夜里 刘兆命人将掌管禁军的斗县引到殿内 然后亲手将他杀死 太后得知此事 欲发兵讨伐刘兆 却已来不及了 因为早在此前 刘兆就通过自己的人马联系了朝中反对斗士集团的重要大臣 他们此时纷纷表示效忠新军 斗士一族无力翻身 刘兆正式掌控大权 在夺权的过程中 刘兆小心翼翼 做事滴水不漏 他先妻暗中布置 争取了陈辽的支持 这才进行最后的致命一击 斗太后欲发兵的举动已经在刘兆的计划之中 当他想要依靠进军力量时 却发现进军遗嘱 权力转移的整个过程几乎无声无息 宫廷内外的普通人并未觉察到一样 等一切尘埃落定 百姓们才隐约听说 皇帝亲政了 刘兆凭借出众的智谋和决断力 终于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取胜 一个15岁的少年坐上了真正的龙椅 得到权力的刘兆并不像斗太后那般目无法计 而是很快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政治魄力和治国才能 他清醒地认识到 想要长治久安 就必须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三、秦政兴国 百姓安居乐业 和前朝帝王不同 刘兆对待政事极其勤奋 每天都会早早起床 接见群臣商讨国家大事 直到深夜才休息 有一次 职业的官员看到已经过了后半夜 店内灯火通明 便小心翼地进去探看 原来皇帝一个人还在看奏折 官员忙问道 这么晚了 陛下怎么还不睡 刘兆轻轻一笑 朕睡得晚些 百姓就能睡得早些 刘兆经常巡视全国各地 亲自查看民间疾苦 有一次 他路过一个偏僻山区 听说这里的百姓生活艰苦 救助陛下马 和大家坐在田梗上聊天 询问他们的需要 一个老农感动地说 这么年轻的皇上 不嫌我们脏 和我们平等交谈 我们能不拥护他吗 刘兆是一个对百姓 极为关心的君主 他会亲自检查 大型水利工程的进度 了解灾区的救济情况 有几次夜深人禁食 他甚至藏身平民衣服 混入集市查看糖价粮价 看百姓生活是否安居乐业 刘兆相信 国家兴望源于百姓幸福 他数次下兆减轻赋税 且告诫官员不要因征收过多的赋税 而损害百姓利益 为了维护民众权益 刘兆还设立一室 大夫监察官吏是否贪污受贿 在他的治理下 社会秩序井然 商业发达 百姓安居乐业 人们享受着太平盛世 所带来的幸福生活 真切地感受到皇上的恩德 刘兆也因此在民间 获得明君的美称 四、大破匈奴 永久解除编幻 打从汉朝建立 北方的匈奴丹鱼一直是一个心腹大患 他们频繁侵扰边境 给北方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刘兆登基后 匈奴看准他年幼即位 又想趁机犯鞭 汉军此意志在必得 大破匈奴军 缠鱼逃回漠北 汉军乘胜追击 升勤匈奴又嫌亡 匈奴军再无还手之力 只得暂时退兵 次年 刘兆再次率大军深入末北 这一次 匈奴溃败得更为彻底 缠于仓皇出逃 汉军取得了匈奴的大量财富 共缴获牛羊一百多万头 匈奴的果力从此大损 此次北伐 刘兆亲临前线 深入敌境 寒风凛冽的北方草原上 他与士兵同甘共苦 以身作则 受到皇帝鼓舞 汉军士气高昂 战场上刘兆冲锋陷阵 为将士们所敬仰 两次北伐取得大获全胜 刘兆凯旋班师 他召见参战将士 亲自为他们颁发金银财物 以示嘉奖 百姓们也自发前来迎接凯旋的汉军 一个老人激动地说 多亏陛下率军征伐 我们的生活终于能够安稳下来了 此后匈奴再也无力南下侵扰 只能老老实实地驻守北方腹地 刘兆的两次北伐 使汉朝永久摆脱了匈奴的变幻之灾 北方百姓也因此免受战乱 得以安居乐业 五 收服西域 建立汉朝霸业 西域自古就是各路势力争夺的对象 这里小国林立 经常发生纷争 西域强国贵双屡次想吞并其他小国 控制整个西域 前89年 在汉使者的请求下 时任朔方都尉的班超带领汉军出兵西域 大贵双军 使其对西域的野心破灭 其他西域小国建汉军锋芒毕露 也不敢轻举妄动 两年后 刘兆任命班超为西域渡户 驻扎西域 以汉朝的名义直接管辖这里 在汉军的监督下 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前史向汉朝朝贡 彻底纳入汉朝版图 至此 汉朝的势力范围不仅南至南海 西至节时 东至朝鲜 更远及新疆西域 刘兆的功绩与汉高祖 汉武帝相提并论 刘兆派遣班超出使西域 招抚各国 使之归顺汉朝 起初一些国家还有所顾虑 担心汉朝会限制他们的自主权 于是刘兆明确表态 汉朝只是名义上的宗主国 不会干预西域各国内政 这才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有几个较强的西域国家 起初拒绝陈属 刘兆便指示班超用力威慑之 在汉军的步步紧逼下 这些国家也最终选择了归顺 刘兆对手下留情 没有过多惩罚先前犹豫不决的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域各国的反感情绪 在汉朝的避印下 西域各国得以免受战乱 安心发展经济 这些国家也逐渐认识到 归顺汉朝对他们长治久安比较有利 到刘兆去世之时 除少数孤立的小国外 西域各国基本都已内附汉朝 刘兆在位时间虽短 但他勤政爱民 英明决断的政绩 使汉朝国力达到鼎盛 通过对内兴修水利 减轻赋税 对外征伐匈奴 安抚西域 刘兆奠定了汉朝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 可以说 正是有了刘兆这位少年明军的胆识与作为 汉朝才走向辉煌 成就了第一个盛世 刘兆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盛世的汉朝 更是一段传奇与震撼的创业史诗